欢迎回到中国流星网 我是DJ左小光 在I Like Radio的周日音乐和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这一段那个 我觉得应该蛮多人在期待的 而且这也是我非常喜爱 喜爱 喜爱 喜爱的优秀乐团 他们叫做1976 先来听听他们的夜晚还年轻 待会 他们就要来到节目里面哦 欢迎来到周日音乐和节目 我是左小光 这里是I Like Radio 在每个礼拜天凌晨一点到五点 以及下午的五点钟到七点钟 会为你播出的节目 今天来到节目里面要欢迎1976 大家可以轮流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紫桥 大家好鼓手大师兄 主唱阿凯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大麻 因为今天呢 其实他们发行已经上了第六章的专辑了 对就是第六章的专辑 然后呢这个 他们在这个独立乐团界 当然大家会讲比如说独立制作 独立什么 那这一章其实有很多新的东西 比如说找了张璇来赔偿 比如说跟之前千阵子阿凯跟许如云合作 对在专辑里面 其实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到现在音乐成员也有一些些更动 比如只想要加入 然后这些有没有影响 你们在后期的专辑有一些新的想法 或是 这代表是你们一个新的方向的开始吗 还是说有没有这张专辑的一些定义 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阿凯 有有 我觉得我们团会一直是新的东西 所以应该说还在路上 还在路上吧 然后这张专辑有一个音响上的特点 音乐编曲上的特点 就是我们有加入合成器 对电子合成 对就是大麻现在尽量尽量减少弹吉他了 所以大麻就是改行了就对 就半个Keyboard手 半个Keyboard手 下张很难学 现在怎样 下张也很难学 下张是不是 所以其实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一点点 让人家觉得好像反社会 或是有一些 其实独立音乐有时候会让人家有这种感觉 就是不管是音乐的类型上面 或是音乐歌词上面给人家的这个 阿凯有在写歌的时候特地想过这些东西吗 还是说你们平常表达的就是这些东西 没有刻意去思考这个 那个干鸟的时候会很反省 干鸟还是会 我觉得跟大家是差不多 不过我觉得如果讲歌词啊 我们比较厉害的应该还是情歌 情 对比较反省 所以你们有什么刻意营造太多的 词的气氛 或是营造一些不太正面的东西 不会 基调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暗示 因为阿凯这近期跟一些 比如说姚国珍 比如说许如云 这个东西其实都比较 比较软性 所以其实你会特别去思考 这些人带给你们 这些人跟你之间的互动 或是一些 从这上面得到的东西 再去思考你的作品 给他们 要给他们的作品是什么样子吗 其实会 Local会 所以这次有找张璇来帮我们配唱 在配唱 配唱过程里面有觉得 觉得怎么 就是不习惯吗 还是 因为你迷路上都自己做 自己负责所有的东西 这样子 我自己的话 我还蛮想学更多的 还想学更多 对 因为我的话 我觉得我比重厉害的 好像还是歌词的写作 可是 像这次做完这张唱片 像张璇的性格很立体 所以他参与的三首配唱 就很立体 就很深刻 也更伤感了 然后徐如云很浪漫 所以他参与就很浪漫 然后陈建宁 很流行 很通俗 所以他的两首歌 就听起来会有一种通俗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黄中叶的强度很够 很戏剧化 所以他参与的两首歌 就很戏剧化 我觉得我的表现 我还是 还在路上 我觉得 也确实受到制作人的影响 这样子 配唱的话是 对 可是这张专辑其实是我们自己制作 自己制作 那团员在其他 在这些 在这个专辑的 感觉上面 你们自己有刻意去想要 因为这是你们自己一起讨论编曲的走向 这些的吗 对 我们是一起学歌的团 所以当初是 谁提出这个电子 还是大家觉得 时候到了 应该要来玩玩看 有一个人特别提出这个事情吗 应该是遇到瓶颈 还是遇到瓶颈是不是 因为我有一天吉他 三穹水尽 那就干脆花钱去买个合成器 买个合成器 所以当时走这个电的时候 不会觉得会遇到什么困难 或是想说 其实好几年前就觉得迟早会需要有这个东西 只不过我自己不是真的会弹钢琴的人 所以其实一直在等待 等到好的机会 了解 紫桥是比较后期才加入1976的 对 然后你自己对于这个 你起初在这个团之前 对 因为你就听嘛 听1976 然后后来他加入这个团 你自己对于 我加入之前没有听 加入之前没有听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进来的 对啊 是谁面试你的这样 我们都看长相 所以他是负责那个偶像 偶像市场的这样 对 所以紫桥当时 不会啊 其实他很有实力 先讲一下 没这样我就会难过 哈哈哈哈 所以紫桥是很容易受伤 对 你知道那个林紫桥有一些故事 就是因为呢 不巧我跟他是同一所学校的 在副中 对 然后呢 跟总那么年轻 他是学弟 对对对 我是他学弟 对 然后呢 紫桥在学校就是不管打篮球弹吉他什么 他都是女神疯狂追逐的那种 对对对 我不会打篮球 对吧 不管他弹吉他什么 我怎么印象你有打篮球 打撞球 打撞球 对对对对 就是做一些对女生喜欢的事情 然后这个 现在加入1972 比如说常常要表演啊什么的 你现在有 就是 起初加入的时候有不习惯吗 就是这些团圆啊什么的 或者说这个表演模式 加入还蛮硬的 因为之前我听的音乐类型 比较不是这一方面的 对 然后 后来怎么跟他们 他们有什么 教你一些PEPBO吗 还是 教我PEPBO 嗯 对啊 应该就是 阿凯会一直 推荐我听一些音乐 然后慢慢 花点时间 这样子 对慢慢的帮我 洗脑 洗脑完之后就 就变成现在这样 就变成现在这样 了解 好 所以这张张集 其实像他们刚刚讲到 有很多电子成分在里面 包括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曲 就来自他们的最新张集 叫做流浪者之路 来自 1976